看看新闻吧 老师给的三个过 然后就过来了 那你的音乐之路是怎样开启的呢 有没有什么特别的经历的跟我们分享 其实我并不是音乐专业的一个 唱歌专业的一个人 然后我学习 包括学习和现在从事的工作 都是影视方面的 作为一个演员 那么从小到大就非常的喜欢唱歌 然后我觉得唱歌其实可以完完全全 音乐这个东西可以完完全全融入到自己的生活中 所以对他特别喜爱 不管在任何地方 随时都会唱歌 然后这个在有身边的朋友啊 就是家人朋友都非常了解我这一点 任何地方 我们厕所走廊 只要能唱歌的地方都会唱歌 那在现场跟评委 有什么特别的能够分享一下吗 我唱了一首 其实当时我有选择一首歌曲 在试音会的前两天准备的时候准备了一首歌 但是在试音会头一天 我想放弃这首歌曲 因为我会在情绪上控制不了这首歌了 因为它对我来说 有着非常特别的意义 然后因为试音会的前不到一个星期 四天 试音会的前四天 我的奶奶然后离开了我 我是从小跟着奶奶长大的 然后感情非常深厚 然后我准备的那首歌叫 我是不是你最疼爱的人 然后这首歌所表达的东西正好 和我当时的心理的状况非常吻合 我怕我每一次在练习的时候 一唱到这首歌 就会控制不住自己 我怕我上了台 情绪一激动更加的控制不住自己 所以我换了其他歌 但是最后导演组告诉我 他说 他说我唱这首歌的情感更加的争执 然后就让我一定要唱这首歌 我都准备了好久 进行了好久的思想工作 然后来唱这首歌 但是还是有一点没有控制住 但是老师还是给我了又一个机会 然后让我 我当时临时想了一首歌 是李文老师的暗示 然后唱了两句 然后最后老师们能给我这个机会 让我惊喜 男生唱女生的歌 自己会不会觉得蛮难的 因为你们老师的歌音其实还蛮高的 对 是 还好吧 然后我们可以 因为是轻唱嘛 然后可以自己控制着音高 然后直接来的 还好 但是我觉得男生唱女孩的歌 更需要去把控那个情绪 因为毕竟 看事物的角度不一定一样 所以说站在男生的这一边 来表达一首女生的歌 会有不一样的东西 不一样的味道 那老师有没有特别的评语 让你印象特别深刻的 对你的点评 因为我 我叫张杰 但是我是 提手旁 杰克 敏捷的那个杰 然后一上去 我报了自己的名字 然后老师就问 那你喜欢谢娜吗 我说 我说很多人都问过同样的问题 这个也是 反正我生活中的一部分吧 毕竟有一个非常优秀的歌手 他也叫张杰 还有就提到了 我这个职业的关系 因为我是个演员 然后在座的黄晓明 黄老师 黄老师也是一名非常优秀 非常敬佩的 尊敬的演员 然后我们也 因为这个东西聊了很久 聊到了 我有什么作品也好啊 之类的 然后包括我唱完歌 然后王伟中 王老师也说 他说 他说 我看到你唱歌非常的投入 非常的真挚 感情流露的非常的真 他说 但是我不能确定 你是不是真正的投入 因为你的职业是一名演员 他说 我不排除你是演给我的 但是我 对 演给他看的 然后老师说 你会不会是在骗我 我当时没有说话 他说好吧 就当你骗我 骗得很真 然后他说 我还是给你个yes 当时是这样的 能不能给我们来两句暗示 好吧 全世界只有你不懂 我爱你 我给的不只是好朋友而已 每个语言有句浅浅笑容里 难道你没发现我渴望讯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